土計畫法 三年重標準 民進黨立委現在是在集體造反嗎 國土計畫法明年四月上路 目前還有九個縣市 沒上繳國土功能分區圖 就是因為爭議太大 藍綠都反彈 最大的問題就是 若分區一旦底地就難以變更 像是被列為農一農二用地的農民 就苦喊 難道比我們未來是世代代都務農嗎 就怕到時候價格崩落 根本無法轉型翻身 美美的恐惑農民 你被改為農一農二之後 你的農舍不能蓋了 會被檢舉最高花金一百到五百萬 農民就說他們的土地被判死刑 不但要限縮還要再查查 叫他要裁掉 不然的話他就添加重罰 甚至有刑罰 農民辛辛苦苦買了一塊地 發展被限制被限縮了 未來的一個希望跟機會 通通被抹煞了 影響到我農地的地主 開發者跟使用者的權益 阻礙了經濟發展 可以預估五年十年二十年的變化 完全都不能變更 所以你是神耶 國土計畫法一旦上路 外界炮轟不但限制了土地使用 影響開發 地方政府如果偏頗認定 還會影響生態 你能夠耕種了土地 他就把你偏定為不適合耕種 那他就可以拿來種電 台南是已經為綠能 太陽能光電 貢獻很多很多了 可以放台南一碼嗎 藍綠立委難得一口同聲 就是因為國土法 涉化過程充滿瑕疵 希望政府能暫緩實施 展延至少二到四年 讓計畫有更多討論 也讓基層更加安心 今天葉維玲 李正雲 台北報導